高雄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毕业的杨雅婷 以天马行空的超现实舞台装创作 夺得纽西兰世界艺术服装创作大赏分组第二名 一开始呢 她的作品因为太超现实了 连学校毕业展都选不上 不过反而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发给我的奖状 开心拿着得奖奖状 今年23岁 刚从服装设计系毕业的杨雅婷 以大胆创新的超现实设计 赢得世界艺术服装创作大赏的分组亚军 一个脸 这里中间有一个脸 然后这里两个结合又变一个脸 背面法老王 做梦梦到有怪物啊 就是追我然后最后变法老王这样 然后刚好跟妈咪有谐音 然后最后是妈妈帮我摇醒的 以木乃伊和妈咪的英文谐音做主题 获得评审青睐 举办26年的世界艺术服装创作大赏 今年在纽约威灵顿 吸引2000多件作品参赛 杨雅婷是唯一获奖的台湾选手 贴马行空的超现实创意 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杨雅婷做梦都想不到 因为她的作品 一开始连学校毕业展都选不上 当初他们觉得我的 衣服的构成的感觉比较少 可是他们觉得我的概念很好 出赛就没有 我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 弄这个比赛 花了一个多月制作的衣服 让她真的顺利拿到比赛门票 不过入围当时她没钱出国参赛 靠着各方资助才得以圆梦 参赛时她还特别和亲友穿过奇装现身 要让世界知道她来自台湾 女士新闻在国际远节 高雄市报道